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健康的讲座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医学院的教授 也是研究院的教授 那么也是个医生 我今天很高兴要介绍一下 我多年认识的这位营养师王女士 等一下她要给诸位讲一些 跟我题目有关的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讲到 必须要的当堂 大家都听过 必须要的氨基酸 必须要的脂肪酸 那么最近十年来 有一个研究的博士 他做了好几年的研究 他在1999年 就得了诺贝尔掌金 就是研究这个必须要的当堂 所以这是个很新的一个 这非常新的题目 非常新的题目 我相信医学院 很多医学院现在还没有开始教这个题目 我相信很多医学院 甚至这个生物化学的书头 就一两本的生物化学书 有提到这个题目 所以普通人话就不晓得 你不记得前些时候 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五六百个人 我就问了 诸位有没有听过这种题目 没有 哎呀 很少 可能就一个两个举手 大多数 所以你说是必要的当堂 必要的当堂 那么我过去已经 诸位可能有听过我们的节目 都晓得我们说过 提炼过的当堂 对身体有害 对不好 当时没有提炼过的当堂 天然当堂是我们身体必要 我刚才说这位叫做 Gunter Blober博士 他就在诺贝尔讲经 就因为他的发现 他发现假如要是没有当堂的话 我们的细胞就不能够彼此联系 不能交通 他甚至说许多疾病 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没有 这种当堂 就缺少 缺少 所谓必要的当堂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 不能制造出来 哦 那从来来的吗 从食物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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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现在发现 有八种的必须要的糖 那么有一种就叫做葡萄糖 大家听过这名字了 棒鲁糖可能也听过这名字了 那么比如说海桃糖 你有没有听过呢 好像没有听过海桃糖 我要讲英文你就懂了 但是中文你一定没有听过 甘露糖也没有听过 木糖也没有听过了 所以有五个了 木糖也听过 其他三个就是胺基酸的糖的胺基酸 所以有八种这个糖 我们身体不能制造 所以一定要从食物里来造出来 从食物拿出来 这个很重要的题目 对呀 但是什么样的蔬菜才有这个呢 就是一定要新鲜的水果 跟这个新鲜的蔬菜 新鲜的意思就是说树上 树上长成熟的水果 不要太早摘下来 不行了 很多现在市场里头 那些水果看起来好漂亮 对呀 但是它老早摘 老早太早摘的时候 你说就吃起来有时候就还酸酸的味道不甜 就表明那个蔬菜还没有出来 还没有 它就最后叫成熟的时候才出来 所以这个要新鲜的水果 当然有些东西里头也很多 我们小的有个植物叫做鲁蕙 鲁蕙头有这种当糖 那是木糖是吧 有不同的木 特别有木糖 那么香菇冬菇都有 所以这味基本在冬菇要新鲜的时候 吃起来有点甜甜的味道 对呀 那就是必要的当糖 那别的还要从哪里来 那我的实验室就也研究蒜头了 大蒜也有这种当糖 那大蒜有洋葱也有 洋葱恐怕也会有 那么你晓得大蒜洋葱吃起来 都有点甜甜的味道 对呀 那这就因为它有糖了 那么当我们在 我过去在中国 我晓得我有些朋友们 他们就研究中医的中药 中药里头特别有当糖 有这种当糖 就是叫做黄芪 黄芪 黄芪 有这种当糖 所以那个我刚刚说这个当糖很需要 它就可以叫这个细胞与细胞之间有联系 那么什么细胞 我们说到神经系统的细胞了 免疫系统的细胞了 那么白血球了 红血球了 维生物血了 这个癌症的细胞 都在它这个表皮上 表面上都要有这个当糖 它有这个没有当糖的话 人家就不认得它了 它不能联络了 也就不能联络了 所以要是一个人 比如说 它甚至有很好的免疫系统的细胞 但是呢 它没有这个当糖 它就不能看到癌症的细胞在那 看到这个病毒在那 它就不认得了嘛 所以它不理它 它不理它 只让它乱闹 还有一个好朋友 哎呀那就误会了 就太大误会 太大误会 所以这个当糖 真很重要 所以我们虽然有些很多时候 大家的观念说 哎呀 这个糖是不好 我们所谓糖不好的话 是说精炼的糖 对那一种就不好 那现在困难呢 街上买的糖 都是精炼的糖 在中国我们是叫做百砂糖 看起来好漂亮 白白的颜色的 那就不好 那些吃的对身体有害 可以降低免疫系统的功能 也叫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功能 也缺少了 反过来之 也这种你没有提炼过 自然的这个当糖 就很有帮助 等一下 你就要给大家做个菜 我要做菜谱 这个菜谱就是一个沙拉 我叫它这个好像面的沙拉 但是没有面 没有面 没有面 但是这个当糖 很多当糖 为什么呢 我的所有材料都是当糖 所以你做这个菜的时候 不必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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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些东西我们从地里新鲜的折出来的 折出来的 所以越新鲜的菜越好 你不要说买了 那种当糖最多 是不是啊 所以你刚刚说的最好叫大家应该拿个笔 拿个笔记 可以抄下来是吧 对 可以抄下来这些你的菜谱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鼓励我们要多多吃什么东西 是真的这个水果 新鲜的水果 新鲜的水果 他们就有这种当糖 对啊 那样子的话呢 这个细胞和细胞就有很好的联络 是不是 这个博士 他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毛病 就是因为缺少这种糖 所以就多多多吃 多吃的话就预防毛病 谢谢 和避免毛病 谢谢 欢迎大家 我们的观众 来参加我们的健康的讲座 今天的营养师 等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个 对我们身体很有益处的一个食物 好 刚刚刘教授已经提到的就是必要的单糖 所以我今天特别给大家做个沙拉 这沙拉就是所有材料都是有必要的单糖 这个沙拉我就起个名字叫面沙拉 但是没有面 只有单糖 好东西 好 这个 我们开始了 这就是 无效的酱油 无效的酱油 像这样子 无效的 无效的酱油 无效的酱油 要不然我给你拿 可以 我就摆到这里 无效的酱油 好 那就是三分之一杯 这有三个大条根的橄榄油 三个大条根的橄榄油 像这样子 三个大条根的橄榄油 这特别还是冷压的 这是冷压的 冷压的 好 好 那么这个洋葱 那随便什么葱都可以 但是我特别选这个比较甜一点味道 这是甜的葱 甜的葱呢 我就把它这样子切切 切成这样一片一片的 切成一小片 这样子一片一片的 这样子 这样子一片一片的 就摆到这个 撒到盘子里面 撒到盘子里面可以 泡味道 泡味道 好 那么平常泡个大概十分钟 十分钟左右 那样子味道就进去了 那这是一个菇 那么这种菇呢 是随便菇都可以 我很喜欢 香菇 这个香菇 花菇都可以 平常也是就把它切成这样子 切成这样子 这样子 也就摆到这里 就泡一泡 泡至少十分钟 那样子味道呢 就很 吸收进去了 很香 好 所以这个 我上去摆那里 好 让它泡一泡 好 让它泡一泡 那么 我已经做好的 这就是已经泡好的 泡好的 这个葱 我看得出洋葱那里 泡好的葱 就把它摆到我这沙拉的碗里面 那么这也是泡好的菇 泡好的菇 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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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摆到这里 其实我讲 像这个葱 你要是闻不到味道的话 看得有点像面 是不是 有点像面 好 这个是绿皮的瓜 有时候我们叫它意大利瓜 绿皮的瓜 那么 你要是用黄 黄颜色的瓜 黄皮的瓜也可以 这绿皮瓜 这个刀子 就是特别 可以这样子 剥皮 剥皮 但皮也留着 皮留着 养料好的很 所以养料好的 就这样子 这样子把你举 所以这就等于是面条 假的面条 这我已经做好了 这有五个 五个这种 最好买一些瓜 是没有那种农药的 对 对 这些都是 都是 organic 我不知道怎么讲 organic 有机的 好 所以这绿皮的瓜 或者黄皮的瓜 都可以 都可以 那么 这个红的 红的甜椒 红椒 红甜椒 这很漂亮 红甜椒 这我也切好了 也是切好了 就摆到这里面 就把它拌了一道 平常 甜椒 我们普通人 就说 这个 维他命C 特别特别多 因为 普通我们想吃橘子 什么就可以拿了维他命C 但这个甜椒 维他命C 比 四倍 多过这个 橘子那一类的 比橘子还多 维他命C 多过四倍 多过四倍 也有维他命A呢 红颜色的维他命A多的 对 好 这就两个蒜头 两个蒜头 对吧 切成碎碎的这样子拌进来 好 还有吗 葱也切碎了 就是青葱 半杯 半杯 半杯差不多一两条的那种青葱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就是 两个大桥根的这个 柠檬 柠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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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听说这柠檬汁 是你自己树上的 是我自己树上的 自己树上的 越新鲜越好 那你就把它都拌一拌 那就拌一拌 拌一拌 这很漂亮 颜色也好看 养料多疼 因为所有这些 新鲜的菜呀 瓜呀 维他命啊 矿物啊 都多得很 那么这橄榄油 有时间我还提提看 橄榄油呢 特别帮助我们这个血管 血管能够弄干净一点 就说 比如说 我们不要担固全了什么油啊 把血管塞住 所以这个你刚怎么说 冷的 冷压的 冷压的 冷压的这个橄榄油 嗯 就把它 低温压力 低温压力 你要用这个高温来这个提炼这个橄榄油 就把橄榄油破坏掉 所以这个甜的葱啊 甜的洋葱啊 菇啊 这个绿皮的瓜 意大利瓜 红的甜 红的甜 甜红椒 红甜椒啊 都把它这样子就拌一拌 拌一拌 这就是我的沙拉的材料 所有的材料 你的意思说 你就把这个冬菇跟这个瓜 就当做面吗 还怎样要去接上买点面 不要面 这完全 这完全就是 你刚刚讲的嘛 这个 这个 必要的丹糖嘛 所以我就特别做个必要的丹糖 就杀了给大家看看 这完全是生的啊 你就把它 这样子 那现在要开始煮了吧 我不煮啊 这生的 你在这里吃生的啊 吃生的 吃生的 你等一下吃吃你都抢到吃 好的很 这很好 那菇啊 菇这里面也是 刚刚刘教授已经提过了 就是说很多 这个必要的丹糖 那么我们小的 所有的青菜 水果 这个 这个 必要的丹糖 很多很多 所以就是这样子 慢慢搅一搅了 搅一搅 把它味道 都把它融合好 那么 等一下啊 我回来的时候啊 我们就 就这个 要做个酱 但是 就是先做 先把这沙拉 这些材料 把它都弄好 弄好 你可以摆到这里 摆到这里 以后吃都可以 因为这些东西 它很这个 也不会坏的 就这样子 就把它都搅一搅 你掉了好多在外面 不要紧 你等一下吃了 可以 可以 可以帮我吃掉 好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沙拉 就做的 所以就把它 和好了 都和好了 其实这个材料很简单 很简单 等一下回来的时候 你要介绍 要把一些 沙拉酱是吧 对 等一下就要做 沙拉酱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 把这些菜 材料都预备好 那等一下我回来的时候 就给大家做 这个沙拉酱 好吧 好 等几分钟见 再次欢迎 欢迎大家回来 参加我们的这种的健康讲座 我们要继续 我们的营养师 要给我们再介绍 他做的这个食品 今天我们提的 讲的题目就是 必要的单糖 所以我今天做的沙拉 这所有的材料 都有必要的单糖 那现在呢 我们的沙拉已经做好了 所以现在我要做一个沙拉酱 跟这个活到一道 但是这个酱不要很早摆到一道 等吃饭以前才把它 吃以前才活到一道 好 这个酱呢 其实很简单的 我这个就是松子 松子 松子 但是生的 生的松子 有半杯生的松子 就倒进来 那么这是 这是腰果 腰果 也是 看得见清楚一点 也是 也是 也是生的 也是生的腰果 摆进来 好 那么现在呢 这有四分之一杯的柠檬汁 柠檬汁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杯 一杯柠檬汁 好 也把它这样子倒进来 那么这有一个小条根的盐 海盐 海盐 我们特别鼓励大家用海盐 对对 因为这个 你讲了普通的盐 这个普通的盐啊 其实叫人家有血压也长高了什么的等等 但是海盐呢 就没有那种可能 我们过去说几十年前都是用的海盐 现在用的就是精炼的盐 精炼的盐 对身体就有害 对 好 这个海盐就一个小条根的就倒进来了 那么 蒜头 两粒的蒜头 两粒的蒜头 你要喜欢蒜头的话可以多白 那两粒就差不多了 也是生的啊 也是生的 哎呀那不许味道很臭了 味道臭得香死了 吃起来很香 很香 两个蒜头 好 好 我们就这样子盖起来 这可能有点草 就盖起来一下 有点声音 大家不要怕 就把它打碎 我们要打很碎 你不需要水吗 要水 要一点水 所以就可以多加点水 不然太浓了 也不要太浓 也不要太稀 所以我们就先倒一点点试试看 倒一点试试看怎么样 可能还需要多一点 所以你用高湿度把它打得相当碎了 对 我看看 相当碎了 我想要再来一点水 再加多点水 不然太浓了 不要太浓了 因为那么多沙拉 多点水 水不花钱的时候多一点 多倒进去了 什么倒进去了 这差不多就是半杯的水 半杯水 好 现在我们把它再搅一搅 好 打好了 这打好这酱 是白颜色的酱 看到的 蛮好看的 白颜色 这就是你的沙拉酱 这沙拉酱 对 所以因为我们现在快要吃饭了 快要吃饭了 所以就早点 那么 中国人有时候叫做沙拉的沙西 那我不晓得 叫做Sauce Sauce Sauce他们广东人就讲沙西 沙西 锅语的就讲沙 沙丝 好 这就是沙拉酱了 这沙拉酱 那么闻到也很香 味道也好得很 那等一下我跟四位讲一下 这是 有点